好,那你現在呢,你確定,誒我接對了,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這邊,我們剛剛用的是那個一堆代碼對不對 但是這樣不夠人性化,所以呢,這裡也有可以讓你用點的 也可以用點的,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在這邊 你看我們的LED點矩陣,下面也要用點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拉上來把它替代掉 這個,我就可以拿掉,等於說其實,這個也好用 如果你要像我們做小綠人那個,有沒有很多 如果你每一個都是這樣子很帥公圈,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轉換成這種,就比較方便 但是平常我們在做的時候,我們要知道這個數字嘛 但是呢,你現在這樣子,你也不知道它是哪一個對不對 所以呢,它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在這邊 我們再往下 你可以在積木上面按右鍵滑索右鍵說明 就可以跳到這裡來,有沒有開一個這個頁面 那我們在這邊點燈的時候呢,上面的代碼就會產生出來 上面的代碼就會產生出來 所以說,你看我們回到這邊來 如果你這樣,我覺得這樣點我還是不太清楚 雖然我知道這樣可以執行,有沒有 這樣可以執行,你就在這個上面按右鍵這裡 你在這邊按右鍵也可以,在這邊按右鍵也可以 有一個說明,有沒有進來了 當然,如果你要在這邊直接把你的開發版ID點進來 把它點進來,你的這裡點,同步印有一個的量 對,同步有一個的量 那,你看我在這邊點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上面的那個號碼在變 對對對,這樣子也可以 好,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有好幾種方法可以做 當然我們在這個點舉證裡面 它也有找幾個一些常用的圖案 對,你看點開 有沒有一些常用圖案這裡也有 嗯,對對對,如果你想要用這裡也OK 那,但是現在有遇到一個小問題喔 什麼問題 欸,我剛剛這個,是不是只能顯示一個 可是如果要這裡一個,這裡又要一個怎麼辦 所以你就不行了,怎麼辦呢 你在這邊,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動畫 有一個機幕是有顯示動畫的 那這樣子呢,你就可以來這裡 啊,這個我要,這是第一個 接下來換這一個,有沒有 都有一個孔把它接住 可是這樣只有三個而已嗎? 不是,不是,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話怎麼辦 點這個,有沒有這裡有個齒輪 齁,你就來這邊點開 丟進來,丟進來 有沒有越來越多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如果不要怎麼辦 你看 對,你就點到它Delete 點到它Delete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等到呢你都加入完成之後 這裡要收起來 記得再按這個齒輪一下 它就會收起來 不然它永遠都留在那裡 你看 有沒有都一直留在那裡 所以你再點一下它就收起來了 好,那這個之後我再把它放回來 但是注意一下 因為這樣就叫做做動畫嘛 可是,請問你 毫秒,我們單位是毫秒 那一百的話 等於我們一般的幾秒鐘 一秒鐘等於幾毫秒 等於多少 這個有沒有學過 有啦,他說0.1秒 就是一千毫秒等於一秒對不對 對 所以一百的話就等於0.1秒喔 好,所以這樣速度會蠻快的喔 你看喔 它馬上就跑過去囉 有沒有一下就閃一下 一下閃一下 因為我前面那個是比較小 嘿,所以它就閃一下閃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子 如果你就是讓它閃爍 可不可以這樣 一個空白的一個有 這樣會不會閃一下閃一下 這樣也好齁 所以你知道紅綠燈 那個小綠人 這顆要怎麼做的嗎 哈哈 點點點點點點就OK了 嘿,就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閃一下就對了 對對對 等一下呢 老師要跟你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你想要圖案 比如說剛剛老師講 一個圓圈圈一直慢慢放大 你這樣點也很沒效率耶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有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對 我會很快 那邊